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金智南 前天注册了这个游泳包腿 在家庭了一天的单子 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是没有电瓶车 没有电瓶车接单就比较偷偷 如果单纯去坐公交车的话 有去线路啊 这个就很偷偷 所以昨天在某历室看了一篇 车还不错 去续航也不错 一会去看一看 具体什么情况 待会去 好 拜拜 终于到楼城了 就坐了一个小时四十多的 轮轮车 我这老腰啊 老腰都快折了 这个地方提前了 二十分钟 在这坐一会儿 等一等 经过了一番波折 我的小猫驴到了 看起来有点旧 但是还是蛮拉松的 可以折叠 折叠起来的话 应该是都上公交车的 这个车还可以折叠 上公交车 先去三寿花香去转一转 刚才走错路了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三寿箱的这个入口 把它清洁了一下 这车的电量还凑合吧 拿到手的时候是满电 满电然后坐公交到那个三寿箱 三寿箱里绕了三四公里 然后又从三寿箱骑回来十一公里 用了两个电 估计跑了二十公里没问题 对我的车子也起得不如不 就叫他选拔鱼吧 车子看起来有些 对我上头还有一些 这个标题的一些地方 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帮我解释一下 参应大家帮我留意 谢谢 为了我的这个 美好的生肖的 美好的这个梦想 从今天开始 大家带着我 看看真诚的 好 朋友们再见 我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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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继续这个 你相信我吗 我会有什么事